在中国影视圈提到性感两个字 许多人脑子里会立刻反映出一个名字 那就是柳妍 不夸张地说性感就是柳妍的标签 从她出道到今天 这个标签从来没有被拿下来过 因为面容讲好身为出众 柳妍因为性感获得了许多资源 这一点她自己是承认的 但也因此承受了一个女演员 不该承受的攻击甚至慢貌 可不少人只看她的身材和样貌 就把各种标签贴给了她 活出位靠性感上位等等 其实最初的柳妍并不以性感著称 她认为镜头前的性感并没有错 而且她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私下里的她跟性感并不挂钩 柳妍说我会注意我的笑 注意吃饭的姿势 要注意用词温柔 尽量使用娃娃衣 女神的形象当然要维护 你要对得起这个名头 却不可以变老变丑变胖 在娱乐圈里 她曾经有想要突破自己 实现自己的重心 可是一直都是没要取得太大的进步 这些年来柳妍给人的感觉 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好放 在衣服的穿着上收点不少 但是不少人看到她做姐妹的时候 有一个叫深蹲的游戏 当柳妍蹲下的时候 那性感的好色彩 一件衣服根本就遮挡不住 看到这里之后 很多网友说她嫁不出去 是有原因的